首先我们把这个煤气管接到煤气管里面 然后这个阀一定要用减压阀或者低压阀 然后把这个火锅把它推上来锁紧 然后把这个电源颗端插到电源上去 然后把这个颗端打上来 然后把这个夹剂拿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收集完放到这个放夹剂的正下方这里 把它放好 然后我们设置这个时间 这个十字眼时间设置15秒 这个S是秒M10分钟 下面也设置成15秒 设置好以后我们把这个盖子盖上去 然后这个开端是空气电子法的 它是开煤气的 我们要把它按下去 这个灯要显示亮 然后我们把这个夹剂 然后我们把这个夹剂 上板拿出来 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把它剪成这个一样的尺寸 然后放下去 然后用这个上板把它压下去 倒好以后我们把这个夹剂 开进去一半 先不要全部开进去 然后我们要先按一下这个复位键 然后再按一下这个点火键 然后这个凉硅 这里到这里是38 也就是说火焰的外焰 这里到这里是19 也就是说这19是火焰的那个内焰 我们把它这里放进去 先把外焰凉出来 小了就调这里 往大了方向调 大了就往小了方向调 调好以后 我们反过来 凉这个内焰 然后这个屏灯下面这里 这个转盘就是控制这个火的内焰 如果说老是打不着火的话 我们把这个开开扭大一点 然后把这个转盘把它扭到最上面 让它空气不要那么多 空气太多的话它是打不着火的 然后这个火调好以后 我们把这个煮干进去 然后把这个夹剂 推到里面开始计时 燃烧 经过15秒以后 这个燃烧计时 暂停 然后这个吸烟时间开始计时 然后我们观察这个产品 看这个产品什么时候 火苗完全灭掉以后 我们按一下这个暂停键 使这个吸烟时间暂停 然后做完测试以后 我们把这个夹剂拿出来 然后等这里不烫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蒜夹剂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这个产品 看一下有没有凸点 或者那些比较高的不平的地方 我们用这个金属输住把它输平 输平以后我们再量出测试出它的那个结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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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